卫生部从今天起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下 提供诺瓦瓦克斯XBB.1.5更新版冠病疫苗 符合条件的公众可到任何提供这款疫苗的全科诊所免费接种 卫生部文告说 经卫生科学局批准后 免疫专家团推荐12岁及以上公众 考虑接种诺瓦瓦克斯XBB.1.5冠病疫苗 无法接种性史核糖核酸疫苗的公众 也可考虑接种这款疫苗 但不包括在接种性史核糖核酸后 被诊断出患心肌炎或心包炎的公众 卫生部表示 在本地库存过期和制造商停止供应后 已经不再提供先前版本的诺瓦瓦克斯疫苗 当局也敦促公众及时接种冠病疫苗 尤其是属于高风险群体的公众 这样的诺瓦 感谢观看